你哄我,我哄你,无非都是哄自己。 文书菩萨的智慧 作者,福安古观音阁 我们朝拜五台山的时候,西台顶有个法雷寺,法雷寺有个文书菩萨的洗波池。 这个故事可能有些人已经听过。 明朝时后法雷寺住了一个老师父,带了一个小徒弟。 这个徒弟一开始到心还好,后面渐渐的就妄想很重了,贪住时间的财色鸣石碎。 有一次师父下山以后,来了一批乡客,供养了一些银子来修寺院,他就把这些银子那位己有。 师父派他下山买东西的时候他很早就出发,拿了银子到外面买肉吃,买酒喝, 然后把那些东西才办好,很晚才回去。 回寺院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太太,拿一个出家人吃饭的波,在池边洗波。 他觉得很奇怪,就问他,老人家,为什么这么晚还不回去? 老太太说,我就是在这里住的,我就是法雷斯常住的。 这个老太太莫有说假话。 因为西台供的是狮子文书,它是文书画线的,它是在这个里面常住,莫有错。 但是这个小沙迷不知道,她说,不会吧,我门法雷斯止住了两个人,我跟我师父。 你不是这里的,你肯定是哄我的。 老太太笑一笑说,你哄我,我哄你,无非都是哄自己。 她很惊奇,想一想,这肯定不是一般人,马上就请她开示。 她就说,我哄你,你哄我,当初出家又为何? 心不正,毁功德,银子也能变成铁。 以上是大愿法师的开示。 看了这句话,你哄我,我哄你,无非都是哄自己。 很有感触啊。 想想那些骗人的人,真的是其实啊,都是自己骗自己而已。 一心顶礼五台山清凉世界降服魔君开大智慧文书施力菩萨摩赫萨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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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并且永远免队 learning贡民过君开大智慧老师的那標ON。 第一见幸福呢确 Weides次回 Adding chance Met迷路歩消毒魔君开大智慧目处一例崩灭 感谢观看